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容公开承认过的唯一女友 1959年 毛顺云出生在香港 从小就长得天生丽质 再加上父母都是在电视台工作 所以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大明星 后来在毛顺云17岁时 她开始在父亲任职的公司当模特 之后转型为节目主持人 跟其他女人的害羞不同 毛顺云丝毫不介意在镜头面前扮丑 忽而大笑 忽而大哭 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有一天 毛顺云照常在公司工作 结果在走廊遇到了20岁的刚出道的张国荣 后来两人还在一起合作了一档音乐节目 毛顺云的活泼可爱深深吸引住了张国荣 本来张国荣喜欢的是毛顺云的姐姐毛顺华 不过毛顺华已有正牌男友 不过后来张国荣发现 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竟爱上了毛顺云 在一次活动中 张国荣和毛顺云需要手牵手 于是张国荣就借此机会向毛顺云表白 我做你男朋友 好吗 毛顺云当即开心地回答道 好呀 毛顺云是张国荣第一个送出玫瑰花的女人 也是第一个想真正娶回家的女人 后来张国荣还花尽心思讨好毛家长辈 比如陪他们唱乐曲等等 毛家人对张国荣这个准女婿非常满意 恨不得明天就把女儿嫁过去 可惜毛顺云当时17岁的样子 本身性格活泼 大得咧咧 又喜欢广教好友 所以非常贪玩 极度贪玩 后来毛顺云因为红楼梦走红 所以跳槽到家世 原本热烈的两人逐渐变得疏远 一方面是毛顺云走红后工作占用大量时间 另一方面是有很多人都在追求毛顺云 由于毛顺云特别爱玩 而且喜欢认识朋友 所以张国荣感到了危机 张国荣在狗头军师钟伟强的建议下 决定向毛顺云求婚 而17岁的毛顺云面对张国荣的求婚 当即吓了一跳 他从未想过这么早就结婚 而且对于爱情也是一知半解 甚至他都分不清 跟张国荣的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 所以毛顺云拒绝了张国荣的求婚 分手后的两人 直到1992年拍摄《家有喜事》时 才再度重逢 尽管两人无缘洗劫连理 但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友情反而比爱情更加持久 多少人在爱情里聚聚散散 分手后老死不相往来 而朋友反而成为了能够携手一生的人 吵过闹过却没有散过 年少的时光里不懂爱情 跌跌撞撞之后 才知道我心里依旧有个你 既然已经错过 便只做回朋友吧 二内零一年 毛顺云有档节目 他特意邀请张国荣 作为首期嘉宾 在节目中 两人大谈特谈当年的恋情 很多事情毛顺云早已模糊 而张国荣却能详细地描述出来 两人听完后都哈哈大笑 只是张国荣的笑声中多了一丝懦默 后来张国荣说 如果当年你肯嫁给我 可能会改变我的一生 2003年 张国荣纵身一跃 结束他璀璨的一生 而他跟毛顺云的这种缘分 至此彻底结束 得吃此噩耗的毛顺云 哭得撕心裂肺 如果能回到从前 不知毛顺云是否还会拒绝张国荣的求婚 毛顺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孩 而漂亮女孩身边从来不缺追求者 爱情也总是更容易上演 而他也早早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毛顺云第一任丈夫是华裔商人文书洋 那时的他也才21岁 爱情让人盲目 也会让人一腔孤勇的飞蛾扑火 为了这段婚姻 他不惜放弃自己苦行经营的事业 退出演艺圈 吸引三年 可是恋爱容易 婚姻不易 两人的婚姻很快宣告破裂 毛顺云再次回到演艺圈 回归后的他已经将事业经营得如火如荼 在情顺中饰演了一个白痴型的女骗子 甚至风头都一度有盖过周星驰之事 事业里春风得意的他 也再一次邂逅属于自己的爱情 那便是他的第二任丈夫 编导导演蒋家骏 他的名字或许很多人不熟悉 但他指导的作品估计很多人都看过 如刘德华和王祖贤演的《妙街十二少》 陆毅和林信如演的《男才女貌》等等 蒋家骏虽然长得不是特别帅气 但他的才华令毛顺云为之折服 两人在1988年时喜结良缘 可是美貌和才华都不是过日子的基准 两个人性格不合 婚姻再度破裂 一路寻寻觅觅 总会遇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他无关对方的年龄 无关对方的样貌才学 也无关对方的名气地位 爱是心语的暖阳 能刺透阴霾 让你想起他时 总是由衷的欢喜 毛顺云虽然是一个乐观洒脱的女子 但连续两次失败的婚姻 也依旧给他带来不小的打击 坚强不过是为了掩饰 没有依靠的脆弱 感情里屡屡受挫 我们总会忍不住自我怀疑 对感情失去信心 不过幸好有张国荣作为挚友 陪伴在他的身边 他主怒找毛顺云一起喝咖啡 打麻将 尽管他们已经不再是恋人 但对于彼此的关心却没有丝毫减少 是彼此最好的诉说者和聆听者 毛顺云第三的婚姻说起来 还是张国荣做的媒 1995年 在张国荣的介绍下 毛顺云和彼自己大14岁的欧丁平相识 欧丁平是美术指导出身 后来成为了唯美派导演 两个人一见如故迅速闪婚 婚后的生活也十分甜蜜幸福 张国荣还满心欢喜地说 欧丁平人很好 我替你找到这样的归属很开心 爱情有时候不是得到或拥有 而是你幸福就好 在婚后的毛顺云 汲取之前的教训 变得更加注重家庭和丈夫 并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小日子过得十分幸福 如今已经61岁的她 风采依旧 明艳动人 与女儿们宛若同龄人 和大14岁的老公站在一起 简直就是两代人 不过岁月刻在脸上的痕迹 并不能更改他们对彼此的爱意 说完毛顺云的感情 再来说说她的事业 当初《红楼梦》 其实原本找的是毛顺华 结果毛顺华没空 所以毛顺云就有了这个机会 不过毛顺云在演林黛玉的时候 却极为不舒服 她本身就是活泼好动 没法融入角色 所以她直接创新 让林黛玉融入自己 没从想 观众特别喜爱毛顺云的林黛玉 所以她也因此一胖而红 走红红的毛顺云在拒绝张国荣的四年后 选择结婚吸引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 毛顺云再次复出 比如陆顶记 杨家相 但这些反响频频 直到跟周星驰合作的情圣 才让她再度被观众认可 毛顺云说 自己在周星驰身上学到了很多 也找到了自己为之欢喜的表演路线 所以在《黄飞红笑传》 《水虎笑传》等剧中 毛顺云不仅形象大变 而且还极度半丑 就这样 毛顺云在人才辈出的香港娱乐圈中 获师生走出了一条 属于自己的表演道路 与之类似的有吴君如 两人在荧幕中的付出都很大 那几年是毛顺云的高光时刻 曾凭借 《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 和《我爱纽文柴》 荣获两次影后提名 后来因为家庭吸引 等再次付出时 娱乐圈早已物是人非 所以她改变自己的戏路 不再饰演那些浮夸的搞笑喜剧 而是追求质量 2000年以后 毛顺云凭借小青青 早熟 如获两个提名 一个是最佳女配 但始终跟影后无缘 提名常有 而影后不常有 毛顺云自嘲到 我习惯了书 毛顺云出道42年以后 在2018年 她终于凭借黄金花 涌夺影后 在凤尾影后的那天 有人曾问她 关于张国荣的问题 她回答道 如今想起她 都是开心的回忆 没有哭哭啼啼 毛顺云当年拒绝张国荣 其实也能说得通 毕竟她在17岁 生性活泼好交友 想必她跟张国荣的爱情中 掺杂了很多友谊 如今 毛顺云的生活 过得无比幸福 两个女儿也都长得貌美如花 回想当中的往事 或许这一切 都是命运的安排 最力毛顺云遗憾的 还是张国荣的离世 她说 我平日都不会去想 二仔其实已经离开我们了 在心底里 我觉得她永远都是我的老朋友 她并没有走远 好像就生活在我们当中 随时都可以想念她 婚姻有时候 不仅仅是需要一段缘分 也不仅仅是彼此相爱 就能在一起 但既然有缘牵手 那就不要轻易辜负